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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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接拯 動腰號 動腰號 零二號 倒完了嗎 你是 動腰號 我是零二號 動腰號沒進來 你零二號進來幹嘛 動腰號 快別喊了 你別喊我腰子動的腰疼 動腰號 不是動的腰子疼 是零一號 零一號你就喊零一號 什麼動腰號 你整個線 你這老頭一點文化都沒有 動腰就是零一 沒看過電視劇啊 我不看電視劇 那你看什麼 看小廣場我就拿小米老婆子 好了好了不說這些了 說說你的病情 哪裡不舒服啊 我胰疼 胰疼 對 胰疼 疼得甭水老喊 正眼正眼都使不著 不是 你這胰疼 到底是哪裡疼啊 我看了這麼多年病 從來沒有聽說過 你剛才不是說 另一就是動腰嗎 那一就是腰啊 那腰疼不就是一疼嗎 哈哈哈哈 你這老大爺 不是給我抬槓子 是你現在抬的槓 我數給你抬的 好好 我的問題 來我給你看看腰吧 這裡頭部 疼疼疼疼 哎呦 咬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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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不疼 那這裡呢 哎呦 疼疼疼疼 咬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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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踢足球之類的 不好意思 我不踢足球 不喜歡打萬元 我也是 那籃球 羽毛球呢 我就跟媽老太太 打兩場平方球 打萬球腰就開始蹭了 還是媽老太太把我背回家的 我知道了 你這是啊 把腰扭傷了 那這麼直呢 先拍個片子吧 看看扭傷的程度 怎麼又要拍片子 你不拍片子 我怎麼知道嚴不嚴重啊 給我開的 原不就行了嗎 藥不能亂開 得根據病情和病因開藥 你想想 萬一要是開錯了 吃壞身體了怎麼辦 所以啊 建議您還是先去拍個片子 拍個片子 打多少錢啊 不貴 也就蘇百 蘇百還不貴 哈哈哈哈 比起您的健康來說 蘇百算什麼 您說是不是啊 你說的好有道理 我就無法反駁 那就拍吧 行 我給你開個條子 大爺 拿單去繳費吧 唉 年輕的時候 充點錢 老了 老了 全送給姻緣了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